白色休旅車路口左轉 達了方向燈卻沒停 直接一股作氣向左切 這時一輛直行機車正好通過 不偏不倚撞上汽車車尾 騎士當場騰空飛起 重摔落地 移動也不動 女騎士滿臉是血 坐在輪椅上神情恍惚 經過檢查發現女騎士 不只有爐內出血情況 甚至連膝蓋都骨折 全身傷痕累累 丈夫更心疼指控 太太竟然在全身世上的狀況下 被要求做完筆錄 做筆錄的這個過程 我太太一直問說 你是誰 我是誰 我在哪裡 但我覺得這個時候 警察就應該停了 所以我會覺得說 那這就是警察在誘導她 丈夫怒控當時太太出現失憶情況 袁警卻堅持做完筆錄 事後她向警方抗議要求重做 前半袁警卻推稱 她當下有簽名代表同意了 警方勃斥誘導說法 事後家屬認為筆錄有問題 也已經協助完成補充筆錄 但這個說法家屬無法接受 說我太太意思是清醒的狀況 這我真的不能接受 她說都有錄影錄音 那你可以請她放出來 一場嚴重車禍 當事人嚴重失憶 警方筆錄是否有誘導先疑 恐怕只有錄影影像能解答 居然傳有桃台北常常報導 我是張貝茲 播報新聞讓我增廣見聞 家事 國事 天下事 事事關心 也帶你一起總握每日時事 與時俱進 所有最新消息 熱門話題都在中視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請按讚